如果地球突然紧急刹车5秒钟 会发生什么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看世界不同的地方将经历的不同灾难 众所周知 地球自转一周就是一整天 自转给了我们白天和黑夜 地球之所以会自转 是因为在46亿年前 地球还是一个巨大的气体和尘埃盘围绕太阳旋转 尘埃和岩石颗粒聚集在一起 产生的历史地球保持一个方向旋转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花样滑冰运动员旋转的越来越快 大家都知道质量越大 惯性越大 宇宙中几乎没有任何力量可以使地球减速 假设地球现在突然停止转动 地表的附着物就会立马从地表飞出 然而大气还在保持运动当中 这就意味着你将经历史上最强的暴风 当然暴风的强度也会根据你存在的位置而不同 如果你在赤道或赤道附近 那是地球自转最快的地方 那么恭喜你 你会遭遇1670公里每小时的超级暴风 可能讲数据你会没什么感觉 我们直接来看它的效果 这样的暴风可以直接撕裂地球 无论你再是开阔地还是躲在建筑物里 都没有任何意义 暴风都可以把你轻松带走 目前为止 有记录最强的F五龙卷风的时速 高达511公里每小时 它都可以轻松将房屋 汽车卷走 甚至撕裂混凝土 而地球紧急刹车产生的暴风强度 是F五龙卷风的三倍 威力可想而知 所以当地球停止转动的那五秒钟 你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 自由飞翔 不过请放心 你不会离开地球的 如果你在新西兰或法国 你遇到的峰会稍微弱一点 但是摧毁一切同样毫无压力 当然暴风不是你需要注意的唯一危险 在这短短的五秒钟 所有聚集在赤道附近的水 都会快速流动 五秒钟后 当地球恢复全速旋转时 水又会回溯 数百米高的水墙会猛烈撞击遇到的一切 当然地球上也有相对安全之地 那就是靠近北极或南极的地方 假如你能在五秒钟后性疼下来 地球也恢复正常旋转 但是地球上几乎所有建筑 农田等一切人类文明都会毁于一旦 继续活下去也成问题 幸运的是 科学家预计地球在未来数十亿年 也不会停止转动 所以 我们大可以不用担心 完成最后的重看 嗯 余 比较